出現入市訊號 應該買哪隻優質股 富昌證券 升級股評人 天天醒你選股貼士 還會教你直信大浪 做你自取未股 立刻下載富昌股亨通手機app 開戶立本 華禁二 大家好 歡迎收看五次直擊 待會又有這個電話環節 大家可以打來二線31083399 留言也可以 電話優先 現在大市行指沒有波動 升下跌下 現在跌下三點報 26482點 大市沒有波動 但成家房上有很多異動股份 成家房上升有中雜4% 小米5% 京東健康6% 保利協鑫繼續上榜升4% 跌的有美團跌3% 跌少了 青島也是跌少了 4% 這兩隻 我覺得有貨就繼續觀望一下 普普馬特跌7% 就是新股 現在兩隻半新股都挺活躍的 京東健康和普普馬特都在榜上 還可以在成家房 還很交頭活躍 不過就個別發展 不如就逐個講 稍後再講小米破頂 京東健康 京東健康現在升6.2% 129.7% 無論是收市價至日高 都一直是上市以來的高位 其實今早看法也有 雖然它再升多了 今早就有觀眾 一一豬就問 可不可以買 可不可以買 不過 因為半新股 波幅比較大 指示位其實就要看到 112.2% 遠一點 因為現在已經 即現在再升多了 已經接近百散 112.2距離 現在都差不多有 兩成左右的波幅 其實有接近 那就要預算這個 但其實你看這個形勢 和它的股份來說 其實是可以買的 可以再 甚至乎我覺得可以再一路 譬如很老實 如果你會有一枝陽燭的話 那都有些少減弱 不要說很難 所以如果你現在決定去栽 因為上方沒有駭貨 沒有阻力的話 其實以今天的開市價 你都會有第一度防守 今天開市價123元 上個星期五的開市價 是114元 我覺得1123和114來做一個參考 其實都可以 穿一個位 小心一點 穿兩個位 再小心一點 這樣我覺得 都有可控的風險 反正因為它的成交 反正因為它都真是 到今天來說 它的成交都大一來 它上了成家磅 以來它都真是有15億過外的半日成交 還有看到買盤來說 其實都是主動買盤 佔有6成的 看到是資金流入為主 暫時仍然是 另一隻是 99992 普普馬特 暫時不同 即是京東健康 上市後就不斷追貨 普普馬特 因為它一開 已經被招股價兩倍 已經高開了 所以其實都開市後 見到是菇額為主 第一天都有建議 不妨就是先走了 如果本身都是抽 打算吃東西的話 如果你說以它這隻公司 以這樣的業務來講 其實炒到這個位置 的確是都相當之高 因為其實它是一個玩具股 第一天上市最高價 其實就升到 在市銷率的100倍水平 以玩具股來說 其實就是相當之高的水平 我自己都是建議去走 上個星期五首日上市的時候 第一口價是77.1 除了組斷的時候 曾經衝高過 還記得當日是半日 已經失守了77.1 全日當然都失守 基本上你說半日 你說等全日 全日就沒得好等 如果再等今日的話 又再輸多7% 當日都跟大家說 你沒理由將它 由本身成近一倍的升幅 你沒理由用上市價 叫做38.5%來做指示指賺吧 是的 還有我想大家近期 新股很多時候 首日獲來都不錯 是的 我想很多的散戶 其實應該都是一個 短線就即日食的部署來的 沒理由給一整倍的營利化為烏有 浪費了一些機會 因為最近你抽薪股都是 一有賺即走 又下一隻了 所以就 不要說等太久 至於沒有貨的朋友 更加不好 一高開 一潛不潛足兩天 都還走去樓底 下方其實只得到一個參考 點了38.5% 但是對於很多有貨的朋友來說 其實都不希望回到那些位置 其實這個佩佩瑪特的創辦人王寧 在上市前 他不像新經濟股一樣 很多輪的融資 混合到淡了 但是他反而有回購 一些之前賣出過的新股 但不排除之後 因為他的創辦人佔股權也重 不排除之後會再炒過 但是我覺得這個波動那麼大 不妨先走了 有機會再進行 是啊 何不不企回賺 譬如77元才再留意 都未遲 如果真的這麼好炒的話 暫時都是沽貨為主 看到市場 即是上市之後這兩天的情況 就是兩肢打陰燭的 好 不如就看看強勢 小米 看小米今天破歷史高 是啊 其實他本身已經醞釀破 這個歷史頂的情況 今天正式創了新高 本中有29.1 因為之前的歷史新高是28.8 今天都創了歷史新高 從稍為 現在就站在28.8毫半 都稍為站在之前的歷史頂以上 消息方面 就是有紅米的總經理就說 小米的雙12銷售 就是高達71.5億 按年增長四成 手機方面 小米包覽了 就是全平台安卓手機 旅計銷售第一 即是Android機內的銷售第一 電視品之中 有四個級別裏面 就有銷售額的雙第一 還有一個智能硬件 這個平台方面 旅計銷售高達七八萬 也是全平台九十三項的第一 即是在雙12銷售中 銷售中 銷售非常好 也是手機銷售方面的利好消息 還有 其實本身也是一個強勢 只是上星期五 在前頂28.4附近 有些阻力 都被人沽下來 而且比較多短線獲利盤 其實現在 今天就看看關注 可以站穩28.4收 如果站穩28.4收 就可以上網去 其實現在都在看30 因為現在都創了歷史新高 見到Hasel說 可不可以入的 這個呢 其實之前都有叫入 現在的話 我覺得你看一下下午 其實持續站穩28.4 今天收到創歷史收市新高的機會就很大 這樣就可以作為一個破頂的馬入 應該都可以的 都大機會 現在半日的成交其實都已經靠近上過交易日 都有成八九成 而且它暫時地說 市都不是說特別好大幫忙之下 它自己都走出了勢頭 我覺得它跑贏了市的 一個就是28.4 一個就是26.6 就是9月份的高位 其實26.6很早都站穩了4天 所以我也投信心一票 可以留意著 它那個資金的追貨力度都很大 其實近期都 是上個星期五那個輕輕是小回席 應該就可以繼續去拿著 再買也可以 另外看另外一隻ATM 就是美團 那個跌幅收窄了很多 甚至可以做下影線的羊竹仔 低位曾經跌過百分之六個外 272.2是低低 現在從低低都彈回到約莫 都十三元左右 減少了百分之四至五的跌幅 現在就2.9的百分點跌幅 相對很少 有機會站回五十天線 是的 其實今早都是說有貨的 雖然跌成這樣 但是都繼續觀望 最短應該看著275這個位 現在都真的有些資金買上去 暫時這個位置 都不穿就 都未需要去 太過擔心 可以繼續拿著 這個美團就有個消息 就是相關的消息 就是因為近期 在做很多買菜那些方面的業務 搶著這個社區團購的生意 幾隻科網巨頭 現在上個星期五 就這個內地的官媒人民日報 就在微信公眾號上說 批評這些互聯網巨頭 有財力資源和技術 應該就在科技創新上有更多作為 就不是記住幾斤白菜 幾斤水果的這些流量 就說大家期待在科技商業模式上的創新 就不要只掛著做這些 雞毛損器 雞毛損器的事情 可能一些官方口風 大家又有少少擔心他們 少少組斷售額 幾隻科網巨頭 暫時都可以跌幅受責 現在十二點鐘 半日市恆生指數只是微跌 25點 即26480點 成交809億都正常 今早早清啤及美團 都有大的成交開始 沒有配股消息 好了 現時去廣告 稍後聽電話 以及解答大家的問題 稍後見 就是有李小姐的電話 Hello李小姐 你好 你好 Hello李小姐 Vivian好 你好 請講 剛才我聽你們說 今早 不知道是否我會錯了二 聽到李嘉賓問 Vivian可不可以買2013 2013 你以為會錯了些甚麼 我11.82買了 但我叫他 剛才跌到11.36 我想問 我們要拍照看多少 今天跌穿哪個位置不好 就是要止蝕 因為它升了幾天 我今天聽到 我就賣了進去 第二 那隻拖 逐車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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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vian你先說 這不是會錯意 其實是可以買的 我們就是這個意思 雖然我個人習慣是下午才交易 但有時早上 一分鐘你飽了 你下午才買 其實是買貴了 這個就是個人風格 但其實我覺得 你今早高追了都不OK 只不過你以今日來講 你覺得好像跌了 但我們今早就說 這個突破 11.56 我都會累 沒錯 我還未記得 累了 因為今早就說 其實它之前已經追上來 11.56 因為別人的SARS股 都破了頂 它沉滴了這麼久 其實現在都開始起動 我覺得你有貨 只要即使一個短線來講 收市不穿 11.96 是可以拿著的 如果你說橫行大底的支持 其實9.65 其實都半年了 這些都是比較重要支持位 不過如果短線的 未必等到這麼久 短線出入的 你這裏 11.56 如果不幸收穿 才說去走 再等低位再買過 暫時其實 也不是這麼死 只看著這個位 我想都看即時的情況 那你就可以看著我們 那現在來說 有貨就拿著了 是啊 那我補充 其實我都是這樣的意思 根本 又是那句 散戶最喜歡 就是看到它下下 又以為要止蝕 上一上 又不知道 難道你又追嗎 事實上 無論它日中下下下的時候 它現在這一刻 一樣都是突破 你只需要開圖出來 問自己 它是不是突破 你不要理它日中 去了哪裏 你不要理它日中 上過12元下了來 又不要理它 下過11個 三毫多的上來 總之你問自己 它現在是不是橫行突破 是的 是就沒有會錯意 是啊 沒有會錯意的 還有你也想說 就算touch wood突破失敗 不代表要馬上止蝕 留下整個橫行區在這裏 你怕會死 這裏是很強的 如果你坐得住 其實甚至 為最多門 是呀 可以繼續坐 為最多門 只不過就是突破 叫做 追入 突破失敗 老實說 不代表馬上止蝕 那我就見到Eleaner就說 好像南星村 12元再上 那還有一隻偷博呢 你又說 因為我們昨天打過來的 你說多看兩天 是呀 才不打過來 你說是否最後穿9個9 就要止蝕呢 是啊 譬如好像 10個 我今早說10個6 10個3 甚至9個9 那些位置 其實現在呢 又這樣說 去探一探底又上回來 其實它真的那個 盤是比較疏一點 很老實 當時破頂的時候 它又很好成交 億億聲 甚至乎兩億 現在 其實整個半日 才三千萬 變成它會比較浮動 當然啦 五十天線 暫時都失了兩天 未買不用賣 買了的話 確實 如果真是 再去譬如 10個3失 這樣吧 我覺得 如果10個3失 你減一半 你9個9失 你就減完 這樣就是一個部署來的 即是又不用說 一下子就說 一是就有了 一是就沒有了 這樣 我只可以再強調一件事 就是說 未買就不買的了 現在它又有少少轉弱的了 這樣 但是有些人呢 再回頭 也要補句考 有些人就說 即是你知道有些人 絕對不喜歡止蝕的 再回頭就問 我不當它短炒行不行 當它中長線 其實呢 我會說可以的 是 因為都是內需的概念 還有因為我自己看 當然 它沒有李寧安達 那麼龍頭 但是呢 它自己代理 Like Adidas 見到銷售方面的增長 這隻其實是我較早之前 和王偉豪和Wafi 在一周的Webinar上面 其中一隻 覺得來這一季都可以留意的 好的內需股 即是你說 你看看你自己如何處理 即是如果是你呢 調轉是你 你都會拿著等它 即是我們不等錢 可以 如果你問我的模擬倉 我從來都說是短炒 所以你 我不排除會動它 真的動它 但問題就在於 你們就自己去判斷 我只可以告訴你 它有它的價值 但是我聽不到2013 如果它稍後收市最好上什麼位 以及上網是多少 收市最好 現在這個位 都已經很滿分 都收貨 現在都收貨 你不穿回去 即是11.56 剛才說這個橫行區 不穿回去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上網是多少 是3元樓上的 謝謝兩位 謝謝 謝謝 好 在YouTube上問一下 922今早吃了 雖然都恭喜 不過其實不用了 然後就是2013目標 剛才說了 今天有隻動的人都說 有很多人說 3993 3993 3993其實有 如果你上加也可以加 它今早有一個收購 不過今早早就見未動 所以就太多股 未看到它 它上個星期五就完成了 收購一個叫做 Fabstorch Congo 95%股權 通過了收購 就會獲得一個 同沽礦95%的權益 今次交易的總對價 就是5.5億美元 即是收購了一個 新的沽礦 接近全部股權 其實就已經是 所以其實對於它來講 都是一個理好消息 即是擴大它的一個產能 所以其實這個 觀眾問是有貨嗎 新年 3.4號多加不加 3.4號6 那價就不算和現在差得太遠 不過今天始終破頂 你都不是太重貨 覺得可以加的 但是指示委和之前那種 應該說 不是啊 是3.4號6 那麼你看著3.5號6 這個位置就不收穿的 可以繼續拿著它 其實就 我自己就中性 消息面當然都是沒有壞的 而且見到股價上面 這樣的反應當然是 好 我會關注2月份 今年2月份有個裂口位置 當時裂口頂3.9號2 今早早Day High 3.9號1 那你就當它差不多 邀近裂口頂的了 衝不衝得到呢 還是 當然不是說它要補裂口之後要跌 不過情況就在於呢 上方都還有些頂的 嗯 你那個3.4號幾其實都還是近 會不會等到 衝賣2月份 放了頂 2.07才再看呢 都可以 因為如果反正你的買入價和現價 其實就不是說欠得多 是啊 不妨真的可能累積多少少的盈利 再加會比較 欠得舒服一點 4.072月份頂位再上 有機會成4.8的 是啊 因為這個是當時都應該幾多的蟹貨 是啊 都是來緊的阻力位 所以那時候就 Tesla生產無辜電池 那麼它就滾了很久 這些位開始就 嗯 可以考慮一下等等 聽電話了 好 又是鄭小姐 Hello 鄭小姐你好 Hello 你們好 早安 你好你好 早安 師傅問問 那隻狗毛狗 你們走了沒有 當然沒有 一來 我是沒有買的 二來我領軍的模擬創 是不會走的 是 所說是不會走 就是孤開孤走 走什麼鬼的 我還沒走 好啊 我就想問一下看 是啊 繼續繼續 整到 升到有陰燭為止 是啊 拿著它 這樣好 這麼快 謝謝 哈哈哈 觀眾應該都這樣很驚訝 還有啊 還有啊 還有 1772 1772 好啊 那這次你說有沒有力再衝呢 我當然說有 那你看著 哈哈 哈哈 我看好的 其實就是 你看著72.25元 用來做指賺位 如果收穿72.25元 就可以指賺一注 你有兩注 是嗎 是啊 你可以先看前高位是779 其實那天的開市會是76.35元 如果創到 即收市做到突破 都可以先看80先 暫時 那麼就拿著它 那現在就 拿著它 是啊 好啊 如果它跌 即是 好嗎 沒有聽 即是收市跌簽了 72.25元 就先吃了一手 是嗎 是 收穿 收穿 將來上不回來才要 暫時這個情況 都繼續這個位置 有支持再起動 那應該是上的機會比較大 暫時來講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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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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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阿李就說 小米可不可以高災 其實不是叫高災 突破就當然有機會去追 看到30 是啊 有位朋友就說 汽車下鄉有沒有股份 老實說 我也見到這個 我覺得汽車下鄉 這些真是老生常談 是 看看你看什麼車 我就忠誠 我真的好看什麼車 是 是 你說汽車下鄉 這些口號 都說了很多年 是 經常說 不過呢 我都會看好那個 汽車股的板塊 就不是說這個下鄉 是真的見到整體那個銷售 是出現一個回暖的 我見到WinWin說哪隻汽車股值得薄 我想你也是選一場戲 我便放了 你呢 我呢 我也是選一場戲 不用說了 是啊 所以WinWin可以考慮 基本上你現在 這個的15元 最短線 你看著15元 就是再短線一點 其實可以看遠一點的 這個指示位 不過如果你怕 是不是高追 你近一點就看15元 上網就看了 上次這裡 就16.5元 站著16.5元 才再看上去 都是這個挑戰前頂機會 都很大的了 嗯 聽到我電話 李小姐在這裡 Hello李小姐你好 李小姐 喂 早上主持 請說 請問一下 489 東方 八個半買的 有無可希望 八個半買嗎 是 八個半 意思是 短線怎麼看 是呀 是呀 我覺得一半一半 今天消息就說 在A股方面的審批情況 不過 這件事不是新聞來的 11月就已經炒到瘋了 那麼 你問 現在這些位置 八個半有貨 我覺得你照頂 設定一個明確的指示位 在大桌七個沙 七個六座 近這些位置 不跌穿不用走的 最多是悶的 我其實正正就覺得 他現在也是悶的 你以為他今天有升幅嗎 但其實未必會引到我 因為過去這個月以來 北歐都是這些價 真正如果真是引到我的 亦都同時等於 如果假設問我目標價 首先八個八先 其他什麼都不要說 其實我會連八個八升算 我才買的 否則真是未必有勢 所以 我想問一下他 他究竟是十幾多月會上A股 知道嗎 沒有 沒有說 剛剛才知道 現在才說 只是審批通過 所以這些事情要再等候公佈 那天之前我買了一隻二三二八 九個八豪七買 二三二八 財險印象幅是很噁心的 是呀 很彎底 哇 也算是 什麼多少買 五個八豪七 五個八豪七 即是現價差不多 是啊 我覺得 肉酸 最近已經好像短炒 見頂彎下來了 好 好 你不如 都回家鄉了 你不如看著 五個七豪八 你考慮這個位置 會不會 如果收錢 多少止蝕 五個七豪八 我也是 五個七豪八 也都是之前那個 小的箱底的 一樣價格 五個七豪八 跌穿的話 就自己去 去想止蝕 因為那個彎形實在太明顯了 是啊 那好 謝謝 內險我就不會打這隻 是啊 他都算算跑輸了 和平保的 比較漂亮 二六零一 泰保也比較漂亮 好嗎 就這樣說 拜拜 好 時間差不多 我看到Elsa說 2013 剛才今早和剛剛都有說 你可以重溫 也是編好 還有 Holong Chan幫我們賣了廣告 他說幫我們預告了 下午是有卵證節目 是的 沒錯 有科子卵證產品 海通Ruby會上來跟我做節目 大家記得留意 拜拜 拜拜 請問一下 多了 請問一下 多了 可真 才會 請問一下 呢